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方文山 然後今天很高興來到哈佛論壇分享 我今天分享的題目是 中國風裡的文化識別度 就是因為大家對我的 image 或者是比較耳熟能詳的 應該是那些中國風的創作 可能像東風破 法如雪 菊花台 青花子 甚至煙花藝能 可是其實這些中國風的創作 佔我總創作的一個百分比 我大概創作接近五百多首歌 那所謂中國風的作品 大概佔了六分之一 八十幾首 那其實它不是佔一半 可是因為它卻常常被討論 或者是關注 那因為它有很強烈的文化識別度 就是說在流行音樂裡面 所以說我覺得說 不管創作的領域是什麼 我覺得文化識別度是一個很特別的元素 而且很吸引我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 中國風裡的一個文化識別度 那我覺得首先先去理解一下 什麼是文化 文化就是某一特定族群 世代居住在某一個自然環境下 所累積出的社會價值觀 共同的生活經驗 以及民主的一個歸屬感 那如果說表現的形式 它可能是文字、語言、飲食、服飾、建築、知識、習俗、宗教跟藝術 那在藝術的領域更廣 它可能有文學、戲劇、繪畫、雕塑、音樂、舞蹈、建築 甚至第八藝術、電影 這些都是文化的一個表現形式 那你也可以很簡單的講 文化就是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 就是文化 那這個為什麼會吸引我呢 因為我覺得說 中華傳統文化很吸引我的原因 是因為它的文化識別度對來講很高 很特別 跟世界其他各民族相比 所以我創作了很多所謂中國風的一些作品 然後我也從事了很多跟傳統領域相關的事物 譬如說那時候我們在浙江西唐 舉辦了一個漢服文化週 可能各位同學或與會的嘉賓可能上網去搜尋 漢服文化週我們辦了五屆了 漢服是漢民族的傳統衣服 不是說漢代的衣服 不是它就是膠領、幼韌、繫帶、寬袍 它有一個文化的一個服飾識別度 然後接下來就是 今年大概九月份吧 我會開拍一個以書法為主軸 為戲劇主軸的電視劇 因為我始終認為說 你要把傳統的領域向外推廣 獲制通俗的影響力 你就要用通俗的方法 它不是說 你去推廣書法教育 舉辦一個論壇 或是一個精英式的一個研究 那它會累積作文的一個數量 或是累積研究的方向 它會達到一定的目標 可是它沒有辦法擴散通俗的影響力 什麼是通俗呢 我記得很久以前去北京故宮 一個講座 然後北京故宮給我一個講題目 那個題目就是 如何讓年輕人親近傳統文化 那首先你這個題目就是 承認了年輕人不親近傳統文化 那年輕人親近什麼 親近通俗文化 什麼是通俗文化 電影、電視、小說、戲劇、線上遊戲、流行音樂 這是通俗文化 所以我覺得說 你要推廣傳統的領域 你就要用通俗的方式 你就會獲制通俗的影響力 那個輻射範圍跟涵蓋面會非常的廣 所以我就好幾年來一直構思 這個以書法為主軸的一個電視劇 那因為文化識別度很吸引我的一個原因 是在於說 有個民族的歸屬感、認同感 那這裡面 特別就是可能是文字 文字跟服飾還有建築很吸引我 那服飾可能就是我推廣的那個 漢服文化周 我已經辦了五屆 今年是第六屆 10月底11月初固定在浙江七堂舉辦 那文字就是書法 因為書法是很特別的一個藝術的形式 全世界只有漢字的書法 會被當作一個藝術的領域看待 而且書法寫得好的人 在社會上有一個社會地位 你今天一個葡萄牙文寫得好的人 不太可能辦一個葡萄牙文展在美術館 你今天法語寫得好的人 不可能在一個城市裡面辦一個 法語書寫展是不可能的 因為他們是拼音文字 它不是表義文字 所以等一下會有幾個圖表 跟大家分享 除了文字之外就是服飾 但我說的服飾跟建築 是傳統服飾跟傳統建築 因為它有文化符號 有文化的識別度 就是像波士頓的老城區 那些清教徒興建的那些歐式建築 因為建築是城市的名片 傳統建築是城市的文化名片 所以我很喜歡看傳統建築 就各個民族的傳統建築 因為我覺得不同的文化識別度 豐富了我們的生活 讓這個世界更多元 然後再來就是文字 當然不是因為我自己是華人吧 然後對於自己的母文化很遵從 那就覺得漢字很特別 不是的 我等一下會用圖表去解釋 漢字真的很特別 漢字的字型字意千古不變 而且漢字擁有超時空超低 超方言的特性 我等一下放圖表給大家看 像這個我自己整理的 但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我覺得就是自己的一個認同感吧 文化認同感 你看這個喔 這是西元前 現在是2018嘛 就2000多年前的一個文字區塊 你要成為一個成熟的文字系統 因為文字是文明的開始 它會繼承知識 它會累積經驗 一代一代傳下去嘛 也就是說西元2000年前喔 全世界各個民族喔 只有這些成熟的文字系統 只有這些成熟的文字系統 然後這個圖表有什麼意義呢 我這樣舉例好了 因為中華文化沒有斷層 今天如果說 2000多年前 因為漢代理現在2220嘛 2000多年前的一塊絲碑 在這些古文明的區域出土 我跟你講 今天只有華人或者是所謂的漢民族 可以直接讀懂碑文 初衷程度就可以了 為什麼 中美洲的馬雅文化斷層了 可能那時候大海海時代 基本上它的文字是殘破的 然後可能被當作異教讀 可能 當然是時空背景的限制 現在理解是錯誤的 就是說可能大量的馬雅文化被焚毀了 然後可以被解讀的其實百分比不高 那縱使可以被解讀也僅限於研究員 博物館級的研究員 他可以解讀 你一塊馬雅石碑在中美洲的墨西哥出土 全墨西哥的沒有一個人看得懂 沒有一個人看得懂 你今天一個石碑 2000年前的北印度的石碑 在印度出土 也沒有任何一個印度人看得懂 因為印度的字母已經改變了 那時候是波羅米文 現在可能是天成文 天成體 它的字型改變了 然後這個石碑如果在埃及出土 全埃及人也看不懂 因為埃及已經阿拉伯化了 他們看不懂他們的聖書體 世俗體完全看不懂 然後如果在兩河流域出土 現在的兩河流域的中東地區的人 他們也看不懂 北非他們也看不懂 然後歐洲基本上 以前流行的那些古拉丁語 它可能變成 某部分是天主教的祈禱語 然後某部分的字母的結構也改變了 然後只有這個石碑在中國大陸出土 我們華人可以直接讀懂 2000年前的文字 沒有障礙 不需要訓練 不是專家 我們可以直接讀懂碑文 全世界沒有一個民族辦得到 但以色列歷史也很悠久 可是以色列也看不懂 它十海金卷 十海古卷 2000年前的西伯賴文 現在的以色列也看不懂 實際上只有漢民族辦得到 所以這個是凸顯了這個漢字的一個 字形之意千古不變的一個特性 然後再來第二章 這是西元2000年的 就是現在的一個文字圖表 你看那個粉紅的區塊 都是拉丁字母的區塊 然後俄國那邊是吉利爾字母 也可以稱之為斯拉夫字母 我這個只是凸顯一個事實 就是說全世界雖然很多種族很多國家 可是全部都是表音文字 只有漢字 但日本竟用漢字 只有漢字是現在在使用 而且有效率的通行的一個表意文字 這個特性是很珍貴的 你看到所有的文字系統 像印度 中南美洲那邊 是普羅米文發展的知系 知系的文字 然後南北美洲就不用講了 移民的一個國家 全部都是拉丁字母 歐洲過去的 然後非洲也是 非洲看當初被哪個國家殖民 他就用法語 德語 英語 去拼當地自己的一個字母 中南美洲的越南也是 越南被法國佔領 他本來用漢字 也用法語去拼越南文了 然後馬來西亞 印尼也是 他們也用拉丁文去拼自己的文字了 就是說這個圖表凸顯的一個事實就是 雖然很多色塊 可是基本上只有漢民族的漢字 他的字形之意千古不變 而且是超時空 超地域 超方言 怎麼講超方言 因為漢字是書面語 文言文 他並不是古代人講話是那樣子 是古代人寫文章是那種形式 那這個形式有個好處是說 因為你的教育系統一樣 你的文字系統一樣 然後你的思考一樣 你容易凝聚民族的相信力 所以天下的知識分久必合 何久必分 如果中國大陸當初是拼音字母 他可能會像羅馬帝國 瓦解之後 所有的國家用拉丁字母去拼本國字母 慢慢德文也出來了 法語也出來了 然後英語也出來了 然後挪威 瑞士 大家的語言都出來了 當初是因為拼音文字 拼文字是語言跟文字是結合的 久而久之你會形成共同意識 你就覺得我跟你不一樣了 可是因為我們是漢字 一個無形的魅力把大家都凝結在一起 所以他一定會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是因為漢字的魅力 它是表義文字 所以他是超方言 超地域是因為 漢字不是拼音文字 他被日本借用了 被韓國借用了 被琉球借用了 被越南借用了 他天就是天 地就是地 就是說 他不是用語言去設定字母 所以他怎麼去借用 他的自行自義會不變 然後超方言 超地域 超時空 我剛剛講就是超時空 2000年前的石碑在各個國民出土 只有華人可以直接讀懂 2000年前 因為漢歷 歷書 歷書不是小傳 不是秦傳 幾乎所有人都可以解讀歷書 那另外一個圖表 這個是中國以前古代的一些民族借用漢字 然後像韓國也是 韓國其實以前是漢字 他自己發明的字母 他們的一個世東大王 可能15世紀的時候發明的字母 然後日本的平假名片假名 也是借用漢字的楷書篇盤跟草書 去變化的 我這個圖表只是說明說 這個也帶來一些少數民族的困擾 因為它是表意文字 它是視覺文字 它不是語言文字 你借用了你的發音系統 不一樣對那樣是很痛苦的 所以呢 它如果有些國家會嘗試著自己去發展自己的語言系統 可是它借用漢字的偏版或漢字的筆畫 那西夏文就很辛苦 你看西夏文 這個可以放到 你看 看起來像漢字 可是你一個字也不認得 就是西夏文 11世紀的西夏文 這個圖表只是解釋說 漢字有局限性 因為我的字形之一千古不變 我不跟語音結合 所以你只能把意思借去而已 你跟你的語言連接不上 所以韓國就覺得很痛苦 結果它才發展出自己的字母 日本比較聰明 它就兩套並行 就是片假名跟漢字並行 片假名可能表述人民啊 專有名詞 然後那些片假名可能是 情容詞啊 借詞 它就很聰明 然後再來 這個是我剛剛講的 希伯來文有沒有 就是說 以色列文歷史也很悠久 可是兩千年前的十海金卷 現在的以色列真的看不懂 然後 那個希臘文跟拉丁文也是 對照 就是那個字母 兩千年來都變掉了 可是我們的歷書 漢書 現在十倍出土 你真的直接讀懂 直接可以看得懂 雖然它是文言文的書面 可是大致上是木字名 是一些生平的記事 你還是可以看得懂 然後再來 這個是世界各國的一個古文字 你打開這個 這個這個 瑪雅這個 這個放大吧 這個 我就覺得瑪雅這個文字好可愛喔 就是 它如果沒有消亡的話 還在流通 我們現在去墨西哥旅遊有沒有 那紅綠都搞不好兩種文字 一個就是瑪雅文 一個可能就是英文 可是它消亡了嘛 很可惜 因為它是獨立發展 它不受其他文明的干擾 所以我覺得世界文化多元性 或者是世界文化有個識別都是好玩的 就是豐富了我們的生活 我就覺得這個瑪雅文字很可愛 然後這是兩個留意的謝琴文字嘛 謝琴文字現在出土 你誰能看得懂啊 沒有人看得懂 然後再來 那個秦傳打開一下 其實秦傳你還美美強強看得懂喔 它雖然不是曆書 不是漢曆 你還是美美強強看得懂喔 天下嘛 這最好認的嘛 天下 然後皇帝 然後再來這個 菲尼基字母嘛 它其實是對照的啦 我是對照的 大家方便去判讀 然後這個印度這個 打開一下 印度當然是歷史很悠久的國文明官 可是它2000年前的古印度文 跟現在的天成文完全兩回事 現在的印度他也看不懂 是完全看不懂的 是以前的普洛米文 現在的天成文 就鈔票上的字母 他其實也看不懂 應該是北印度的文字啦 南印度有另外一個 然後再來 這個是我自己整理的啦 我很快講一下 這個打開 你看到亞洲地區 亞洲地區的字母形式很多變 因為有漢字的關係 然後因為韓國自己創造的字母 然後因為普洛米文發展的 中南八島各國的文字 所以亞洲地區的文字系統 還蠻多樣的 看起來很多樣 然後這個再打開看一下 對你看 有沒有 對這樣子 然後往上 往下移 對對對 你看喔 印度文嘛 然後 再來 這個 這個蒙古 是 現在的蒙古文 就是他可能受一些 俄國的影響 然後再來 再來 另外一邊 另外一張 謝謝 是歐洲的 放大放大 放大一下 全部都一樣 因為他是拉丁字母拼的嘛 往下 往下 往下都一樣 只有俄國 俄國跟喬治亞 亞美尼亞 希臘文是不一樣的 因為它的字母不一樣嘛 它有斯拉夫字母嘛 然後這個使用率很低 不過它還是有特色啦 有文化識別度 所以看到這種不一樣的字母 我就覺得 很特別 因為我覺得人類文明的珍貴就是 有一個相義之處 然後豐富了這個人類的文明 好再來 然後這個是美洲地區 放大一下 那往下拉就可以了 其實這個 其實完全都一樣了啦 它其實文化的 文字的一個表真跟符號其實 因為它是發音嘛 它是借用的嘛 然後再來 這個就不用看了 然後這個是中東地區 阿拉伯國家的 再放大 基本上它也是同個語 語文字系統 再往下 往下 往下 但只有以色列文不一樣啦 不過它 因為它地域在中東地區嘛 我就把它放上去 好可以了 好然後 應該沒有了嘛 好 然後因為時間有限啊 就是 我 趕快再看一下那個建築好了 建築那個塗料 趕快看一下 你看這個喔 這是整理的 你看這個 合掌屋 然後 鳥居嘛 然後日本的建築 仿唐式的建築 然後再來 然後這個是天守閣 就是 今天如果有一個 唐代的一個長安 裡面一個世代夫 如果做個時光機 到了京都 然後到了現在的西安 他覺得京都才是故鄉 因為建築形式那個文化符號性 還留在他的記憶裡面 然後再來 這個是 這個也是日式建築 然後再來 這是 英國約克郡 的一個建築 街道的建築 歐式建築 然後再來 然後這是那個查理牆嘛 布拉格 這是哥德士的教堂 然後再來 這個放大好了 這個放大 這個 這個可以放大嗎 看得到嗎 這個 好沒關係 還是不能放大 好 這個是新天鵝堡 德國新天鵝堡 我很喜歡講這個堡 為什麼 它很夢幻 這個就是文化差異 文化識別度 產生的一個趣味吧 或者是說 豐富的生活 漢民族喔 漢民族的思維 漢民族的建築工法 漢民族對美學的認知 蓋不出這樣的城堡 蓋不出來 不是說這個城堡好優秀 不是的 不是這樣理解 文化土壤不一樣 建築材料不一樣 氣候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現在人生活很富裕 精神上很富裕 因為我們可以去各地瀏覽 各個民族留下來的一個文化美學 然後反映在建築就是這個 就是 因為漢民族的建築美學 是追求水平美嘛 對稱美 我們不會去追求垂直 所以什麼石獅子啊 對聯啊 然後都是一對的嘛 就是宇宙這種協調 水平美 可是這種垂直美的建築 我們真的蓋不出來 因為我們不曉得 原來建築可以蓋成這樣子 然後再來 這個是漢民族的建築嘛 就是不那麼張牙無爪很寧靜 然後跟大自然的景色是呼應的 那這個西方人也蓋不出來 所以漢民族的存在也讓你知道說 原來世界上建築的美 還有這種形式 可以讓你看 然後再來 這是福建的土樓嘛 然後再來 再換 這個是 藏族的建築 其實宗教性的建築最不容易世俗化 非常不容易 有時候你去東南亞地區旅遊 如果你又來過台灣的話 其實台灣很多街道的景觀 除了大觀跟廟宇之外 大多數都是鋼骨結構玻璃圍幕 鋼骨結構玻璃圍幕的建築 是沒有文化符號 是沒有文化表情的 它不能凸顯這個民族 不過因為建築率使用率的關係吧 所以它現在的社會只能這樣子 好然後再來 再來 這個是宗教式建築嘛 哥德式的嘛 然後這是回教的 然後這是道觀 台北的道觀 這是泰國的一個宗教建築 然後再來 再來 這是新加坡的 我去拍的啦 因為我很喜歡建築 然後再來 再來 這個廣上 這是吳哥窟嘛 然後再來 這是天格式嘛 然後再來 然後這是青島 然後這是地中海 你不覺得這很特別嗎 中國的 應該講說 就我們理解啦 建築怎麼可能只有藍跟白 你無法理解嘛 可是真的真實存在啊 而且人家也住在裡面啦 它不是片場 不是隱城 你就覺得 哇這世界好豐富喔 居然建築可以只有藍跟白 只有藍跟白而已 那我們真的是想像不出來 原來建築的調性跟結構 跟社會 可以這樣子選擇 這個就是文化識別度 很強的一種建築 然後再來 這是藏族那個佛學院 然後這是印度建築 然後再來 然後這是四川的一個民居 這是閩南市建築 然後這是灰派建築 就是同樣漢民族喔 建築的美學跟符號也不一樣 因為當地的建材 然後傳統的工法 跟對美的認知都不一樣 然後再來 這是北歐 這很夢幻 好像玩具喔 北歐的首都的建築 然後這個就是歐洲各國的建築 因為歐洲各國的小鎮 我覺得很特別就是 它可能有建築法令規範 外觀不能破壞 所以它的建築文化的符號性很完整 一整個區塊很完整 然後再來 這現在是建築了 只是讓大家參考看一下 再來 這是夜景 這有城市符號 因為它很多建築是很很具象 它有城市符號 可是沒有文化符號 就看了就知道這個在哪裡 這台北嘛 然後這是香港嘛 然後這是那個上海 然後這個美國時代廣場 然後再來 謝謝大家 好的 因為在20分鐘之內 簡單的跟大家報告 那等一下 還會有一首MV 因為想說 大家可以聽一下 紅塵客棧的MV 那個文化符號就很強 我們是在浙江七堂的古正拍的 然後裡面的人是穿漢服 所以等一下結束的時候 大家如果可以留下來可以聽 會有一首紅塵客棧的MV在這裡播放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